法国参访团将在本月7日来访 其中欧洲事务委员会副主席贝勒发 以及坚定停台的参议员卡迪克都在名单 面对中国施压法国没再怕 这回访台形成也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 第一个访台的欧洲大国 让台法关系受到国际关注 台湾的民主台海的安全的稳定 他的支持 他们非常期待台法关系的加强 他来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目的 在台北有一个法国学校要成立 今年9月要成立 那这个法国学校成立 他是从欧洲学校脱离出来的 他希望就是说让更多台湾人 也可以了解法国文化学习法文 然后进入我们的体制 所以他来特别来参加这个开幕典礼 驻发代表强调 法国参访团来台不只表达对台湾民主支持 也透过实际行动增进台法交流 只是近期台海紧张情势 已经让台湾成为国际上热门话题 法国政府其实在 现在对于台湾这个议题 逐渐形成出一个 他们对台湾的看法 然后那我是觉得他们会 有一个中国政策的没有错 但是还是有个台湾 还有个台湾政策逐渐在形成 法国政府现在持续 对台湾的支持 都是有实质的一个行动表现出来 Nancy Pelosi访问的时候 她就特别讲就是说 中国的军事行动 是只有侵略性的 是没有正当性的 先前Pelosi访台 让中共气得直跳脚 对台祭出文攻武吓的同时 却也引起国际上的挺台潮 最重要应该是台湾跟法国关系的增进 而不是一天到晚去讲中国 去谈论中国 中国采取的战争外交就是 现在他们跟法国的交往 总是要骂一下台湾 中国的外交人不好好去做 法国跟中国之间的外交 增进两国关系 反而一天到晚就在骂法国 跟其他国家在合作的时候 其实这个本身就会引起很大的反感 我来这边四年 努力经营了四年 电视这方面的影视 影音的他们过去比较习惯 去跟中国的大使 过去法国是跟中国关系是非常好的 台湾这个东西应该没有在 他们主流媒体的概念 这次是因为Nancy Pelosi来了 然后中国做了空前规模 最大的一个军事演习 这当然法国就非常关心 我们经营的结果就是说 很多记者说 他们突然想到说 我们住法国大使馆 好像那个大使也可以用他们语言沟通 所以开始就有第一个 第一个发言沟通效果也不错 所以突然在一个礼拜内 应该有二十几次的 法国媒体突然就全部蜂拥来 出发代表吴志忠近日 频频登上法国媒体 他也坦言 法国媒体对台湾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台法关系升温 持续发酵 记者旅游级采访报导 他们已经是在任何处 帮助留室的关注度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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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好 所以还有多种经历的关注度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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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到越来越来越起越的越来越好